Hello,大家好 今天呢,已经是3月21号 然而我呢,在 Jesse0307和GLC0417的那一天 播出的那一天 我呢,又给大家 既026一集以后 又出了一次问答活动 然而呢,这次呢 我公布答案的时候呢,比较晚 真是不好意思 好,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每一道题的答案 我呢,因为 比较偏向于Jesse,所以我就先从 Jesse篇开始 就是如果有人 从GLC那里先开始的话 那只要把第11到20题 想成是第1到10题就 对了,就行了 好,第一题 在地铁上,Teddy先见到了 罗斯加的哪两个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段0307字幕版的片段 Teddy见到的第一个是Jesse 第二个是Jesse 第二个是Jesse 他自己坐在地铁上 想要去参加一个试镜 但是呢,他像网城一样 只有一句台词 请问这句台词是什么 好,让我们来 导一下这里 那一句话是Morty 这句话也够简短的 第三题 Jesse跟Teddy说 说过在公寓里 他们已经不用胡忌生 来做圣诞装饰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 这个规定是从哪一集开始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集的第二部分 很显然 Luke是在用 他对Jesse的那一招 试图想跟Teddy调情 然后呢 他在两年前的圣诞节 也就是 0108的时候 跟Jesse第一次 在圣诞树下用上了 这个胡忌生的笑话 这时候 Jesse,帮我!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题 大家在圣诞节早上醒来之后 不知道前晚发生啥事情了 请问这是在模仿哪部电影提示 四个好友去拉斯维加斯 为其中一人举行 婚前最后的单身派对 结果 我呢 在二月份的时候 一二月份的时候 发现有一个 有一位同学 答得非常有趣 这道题 他说 这一道题的答案是 拉斯维加斯 其实这不是的 其实呢 早在这一集播出之前 CTC同学就已经上传 在论坛上上传了两部 关于Jesse的扮演者 Debby接受的访谈 他呢 就在其中 那个透露出来了 他就在这种新闻采访中 透露出来了 这一段想表达的 是模仿什么电影 这一部呢 这一个场景呢 是在模仿一部电影 叫做 小醉 宿醉 就是 The Handover 这一部呢 就是四个 男的 他们想去 最后的单身派对 结果 前一天晚上 喝个烂醉 然后 第二天起来以后 发现 发现新郎失踪 然后正在 旁边有很多谜题 正在等他们解 第五 谁拿走了 大家的圣诞节礼物 为什么 其实呢 在答案公布的这一块 在那一集公布 在0307里公布的这一块 孩子们还不知道 这个事实是 Jesse和Bertrum 他们两人组织的 他们在私下 在讨论这件事情 其实呢 Jesse和Bertrum 他们两个人 不是为了 去偷那些礼物 他们呢 而是把礼物都藏在 藏起来 然后呢 在这集的后面 我们知道 他们把这礼物藏到了 中央公园 溜冰场里的 柜子里 第六 Jesse说他以前在德州 过圣诞节时 他老爸最坚信什么 其实呢 我们呢 从这么多集 已经意识到了 就是说 Jesse他的老爸 是一个很严格的人 而呢 他那个 Jesse呢 在中央公园的时候 也就跟大家说 他说他这个 寻宝活动的意义 Jesse的老爸呢 坚信就是 人们呢 不能不劳而获 就不能不劳而获 所以故意把 Jesse的圣诞节礼物 都藏起来 让他自己去找 自己去收获 第八 在最后的慈善音乐会现场 孩子们决定 把他们的礼物 全部送人 为什么 这里呢 要是在结尾 就是等到 就是他们知道 所有的孩子 就有一些孩子 得不到礼物之后 的决定 Jesse 我们想到 你所说的 而我们知道 我们只想到 我们这次的礼物 所以我们想 给我们的兽费 我们的兽费 你 Zuri呢 在这里说到 就是说 他们今年圣诞节呢 只为了自己的礼物 他们当时找不到 自己的礼物 就这样哭哭闹闹 但是呢 他们呢 想到了 突然 有了善心 想到了 其他人得不到礼物 会不会 也像他们这样 所以他们 也不想看到 这个场景 也想做点善心 第九题 玩瓷天空 A 是 想要打开 滑冰场 柜子里的门 你需要 这道题的答案呢 是两毛五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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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无法进行 因为这一题呢 这一题呢有很多段都有这个线索 所以我就这里不给大家展示圈段了 答案呢是 Zuri和Teddy 他们呢在半夜溜出来公园里 因为Zuri看到 Jesse和Bertrum都已经出来了 然后呢结果导致第二天 慈善音乐会无法进行呢 是因为他们呢看见 比较慈善音乐会上表演的巡路 巡路他们看见被关在 笼子里 所以就把他牵回家 结果导致 结果导致他那个音乐家去找巡路 结果喊破嗓子也没找到 然后呢就导致 没有歌手也没有歌手 没人来表演 Z在Teddy最后的录像机 找到的视频里 大家为了让巡路安静下来 让派Luke Ravi来 Jesse呢他们呢派Luke Ravi 他们来控制 他们来呢就是调制一个药品 想调制一个液体 想让那个巡路 巡路安静下来 到时候呢好把他带回 他所要去的地方 第十中央公园 眼前一片辉煌 Jesse在雪中的公园台上 表演了他的新曲 Favorite Time of Year 以下呢是他唱的歌曲的 节选 但是呢Zuri呢少了点糖霜 所以又不小心被 Mr.Skipman吃到了 后面的四句歌词 也就是一直到结尾那几句 因为他因为我之所以说 结尾的那几到结尾处呢 是因为有的人呢 认为那是四八句 有的人呢认为那是四句 好现在让我们看一下 就是那一个 其实呢后四句呢 就是那个高潮部分 好大家都看见了吗 以上实题是 关于Jesse部分的 在0307里面的问题 以及解答问题的方法 以及过程 好下一部分呢 我将给大家讲解呢 他的一篇里面的十道问题 也就是GLC0417里面的部分 我从没有人家里面的第一次 花费用的一篇里面的一篇里面的部分